已經改好了 比如說可以傳遞一些東西的話 所以第一個先確認什麼 確認我們那個BMI的部分是不是寫好 第二個再去再把它修改那個多一個BMI的這個表單 那表單修改方法你會發現很簡單 如果你有個範本 複製貼上改就好了 像剛剛這個地方改個名稱就好了 其他好像沒什麼改 我大概就是1先把這個表單部分 把它 怎麼樣呢 改成那個 第一個的話一樣先建一個那個表單的縫 按右鍵 Open with 使用那個TestEdit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開啟你不要用預設的 預設好像要把瀏覽器打開 裡面大概就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就是剛剛這個add form貼過來改一個Name就可以了 W跟H W指的是體重 H指的是身高 其他應該沒什麼好改的 GETs Mensure改成一樣是GETs 不改 然後呢 我們的Action 丟給那個BMI 所以你要確認一下 你那個BMI的程式是不是已經寫好 如果沒有寫好他就接不到 另外Mensure跟Action 這兩個參數前後位置沒有關係 有的放前面有的放其實沒有影響 OK 第一個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先確認 所以Action先確認一下 BMI 所以我比較擔心 同學Action 之前那個 BMI還沒寫好 所以切到Views裡面 看一下BMI BMI這邊有 OK 然後另外的話要確認一件事情 你這個BMI 之前本來是寫成這樣子 Input 這個我們改過了 改成Request GETs要GET W H除以100 升高的話我們用米來算 那 算完之後的話 一樣會把結果給丟回來 所以一樣我們把這個結果 我有把它做格式化啦 另外我有把 好像之前有講過用那個H1 有個評語 所以這個部分確認沒有問題之後的話 再來看什麼呢 看那個 我們要轉換的那個FORM 所以BMI 把它做出來 其實也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不過其實這邊後面我加那個 Locals 這個 之前有些有加 有些沒加 那請問一下這一題要加不加呢 其實這一題 加不加都沒關係 因為呢 我們其實好像也沒什麼參數要傳 這個沒有啦 所以這個不用 除非說像這邊的 假設你不是用Respond 你是傳給另外網頁的話 wh bmi 你都要一起傳過去的話 那你 後面一定要加剛剛的那個Locals 那個Locals指的是 Local指的是你目前這個 這個叫Local 就是這一支 制定 這一支 制定函數裡面的所有會用到的這一些 變數裡面的 這些裡面的詞 要不要跟著一起過去 如果要 那你就一定要加Locals 如果不要的話 那你就不要加 那如果沒有 豆點 假設要丟 可是你沒有加的話 它會漏接 因為你沒有丟給它 OK 所以這個概念有的話 那再來的話 UIL 可能再加一下 我想這UIL 把它加一個縫 這應該沒有問題 反正已經做了 所以 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個框架 它其實就是要你學會的是 了解它整套流程 整套流程 讓完之後熟了以後就照這樣子 SOP 甚至 如果你預先有些範本 來改一改不就好了 另外呢 像 剛剛有跟同學討論到那個 像跟PHP 最大的差別 PHP以前 是 又有網頁的東西 又有程式的東西 它是混在一起的 OK 那混在一起的結果是 很多同學 光 標籤跟 HT 那個程式 最後會搞不清楚 那 在 Python Djungle裡面最大的好處是 網頁歸網頁 城市歸城市 兩邊互不相干擾 所以如果說你要分工合作的話 有人是美工的 他就是做網頁 你就把網頁弄好 我也不管你怎麼弄 反正 你 基本上不要改到我這個Name就可以了 其他 基本上應該OK V50的話你又把程式寫好 美工部分你也不用去管 反正各做各的就對了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結果把它秀一下 基本上這邊就是 再加一個 BMI Phone 然後 我就輸入那個 體重 跟身高 假如是 體重是 這樣好了 OK 體重 身高的話呢 就是 這樣 自賠你的體重多少 那你的身高呢 幫你測一下 送出 好 26.51 不過如果你減大概80 減4公斤會不會OK 還是過重 真的嗎 75這麼低 那你整個要 這標準 那你要減10公斤 是啊 我會你低 好 OK 那這個當然就是 另外其實 不會也還好啦 你看起來其實 不會 感覺回來 更加有朝氣 感覺 從歐洲回來又不一樣 對對對 那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也許這邊也是一樣 可以再加個土 如果你把圖加上去的話 那相對的 他也會感覺不一樣 因為這邊我們會缺一些 圖檔啊 比如說 甚至可以用動物的圖來表示 過重的話呢 可能就是一隻小豬 很大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大猩猩 諸如此類啦 也許 這樣感覺會比較有趣味性 最後的話 我把那個 我們的傳遞方式 再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最後呢 這邊其實 網頁的傳遞呢 都是用 使用GET 但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不要用GET 因為GET的缺點是 它會怎麼樣 上面會有 它的 參數在這邊 OK 如果假設今天是 帳號密碼的話 那帳號密碼 你也在上面 那 豈不是都被看到了嗎 對不對 所以不合理啊 假設說你這邊是有安全性顧慮的話 你就需要改成POSE 可是POSE要怎麼改 其實只要改三個地方 就完成了 OK 我把這三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 三個地方 其實我已經把它夠簡單了 因為網路上也有 討論到 不過我發現 也是 大海撈針的感覺 我最後是把它整理成 三個地方 你只要改這三個地方 你Jungle裡面的 Gate就改POSE 三個地方 非常簡單 第一個地方 應該知道 這改什麼 改POSE OK 不要打錯 好 這樣應該簡單吧 這是網頁裡面的 就是MANSER後面 的部分 所以他現在的話 假如傳給你 也會用POSE 所以你接收的話呢 也要用什麼 用POSE接 所以第二個部分呢 請你到 在Vues 程式裡面呢 找到 我們 因為他ACTION 所以你要找哪一個 找BMI 因為他會丟給ACTION 是BMI 所以到BMI裡面找 就是 找Vues裡面找 BMI 那裡面的話 把這個 改成什麼 改成POSE 但記得 一定要打大寫 小寫我記得 好像會出錯啦 你們可以試一下 因為之前同學打小寫 GET好像出錯 好 第二個部分 Safe 改完了 但是還有第三個地方 哪裡呢 我們來試一下 因為改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其實他只是說 寄信好了 比如說寄明信片上面有訊息 看得到 就這樣上面看得到 那只是把它放在信封裡面 還是一樣可以寄啊 郵差還是可以寄啊 沒什麼差別 可能油脂貴一點而已啦 不過我們來 把這個重新整理一下 把它再重新 key一下 一定要重新整理 reload一下 不然的話 你沒有重新整理 它的那個網頁是舊的 把它 送出 會怎麼樣呢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 但是呢 他會告訴你說 喔 你出錯了 出錯的原因在哪裡呢 他說需要一些什麼 Security reason 所以他必須要 包一個東西 在你的網頁裡面 如果你沒有包這個東西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幫你傳 這有點像喔 你把它放在那個 信封裡面還要去掛號 掛號還要幫你 貼一個蓋個章 確認說不然的話 傳過去的東西 跟你收到的東西不一樣 被拆封或怎麼樣 記不到 OK 所以可能感覺有點像 掛號 Pose比較像掛號 掛號的話 怎麼掛號 非常的簡單 這個畫面裡面已經告訴你 他說呢 你要在這個程式裡面 加一個東西 加什麼東西呢 請你加在你的 Template 就是你的網頁裡面 有沒有 必須要有 什麼呢 這個東西 在你的 Template 裡面 OK 所以 其實本來 我本來也自己試一下 奇怪 怎麼錯了 網路上查了半天 也查不到正確訊息 後來我看了這個訊息之後 我就試了一下 他告訴我說 把這個東西呢 放在我的Template 裡面 所以記得喔 大瓜糊這一塊有沒有 請你把它 放在哪裡呢 關鍵的地方來了 放在我的網頁 OK 的 Fung 後面這裡 而且你要放對喔 Fung 表單這一行的 最後面 OK 就這樣而已 就有點像我今天 我要拿去掛號一樣 他傳過去 因為他看到這個Tekken 這個Tekken就是有點像 他有簽署了一些 他自己跑出來的一些自算 亂跑的 安全性的那一些亂數 不知道怎麼產生 把演算法 然後他過去之後 他才可以 讓他顯示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他沒有經過這個簽署 他這個網頁也是 所以有的人要攔截 像駭客 他攔截 如果 他不知道這個Tekken產生的那一些 密碼是什麼的話 他也無法攔截 也無法解析 這樣不就得到保證 就像你那個身份字號 然後你要 ATM郵局 那都要安全性的 不然的話中間被攔截 那豈不是 完蛋了 所以這個東西比較像 我剛剛講的那種概念 好 Safe一下 就這個喔 3喔 1 是這個 2 Views改Pose 3 貼上這個 好 這樣的話 OK 我講三個 三個步驟 理論上應該OK了 試一下 這時候再回頭 再送出 不過我剛剛好像 有加了一些東西 重整一下 避免 那個 身高 隨便打一下 OK 送出 過來 Pose 那有什麼差別呢 請各位看一下 後面都沒有 OK 另外還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關鍵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關鍵的地方來了 背後的話差異才看得到 原始碼裡面 其實最大的差別 這邊好像看不到 我們用那個 檢查一下 看一下 記得裡面的話 會有一些 按右鍵檢查 那你可以看到 他好像在 這個背後有放一些東西 Body裡面 印象中這邊會有Taken出來才對 OK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基本上 按右鍵 你可以檢查一下 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Pose在傳遞的時候 他這邊沒有東西 還是丟過來 應該是 在上一頁 在丟的時候 你可以檢查一下這一頁 他裡面有沒有Taken一些東西 你會發現 這邊有沒有 多了一些東西 這一串有沒有 這一串呢基本上是 是他產生的 你怎麼產生的規則 其實 我們也不知道 沒辦法 你說這一串東西 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 恐怕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OK 所以他丟過去兩邊要Match 他才讓你顯示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我剛剛講 那個 三個關鍵點 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那個 GET改成POSE 三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不用特別去背 其實就是 從那個 他顯示出來的錯誤訊息 裡面就有個大瓜糊 那一串 C-S-R-F 底線Taken 那個 變數 把它貼到 Templates 裡面就可以了 主要是說 他表單裡面 就會多一串 那個 自己幫你演算出來的 一串 很長一串的 有點像密碼的東西 當他丟出去另外一邊 如果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Match 他就 不讓 你顯示 如果有那就顯示 所以這個關係到 感覺有點像 很長一串的那種 安全的密碼 你不知道這個密碼的人 你也沒辦法把它打開 那種感覺很像 所以這樣的安全 我覺得已經做到 這個很高了 你會發現那一串 要能夠 還有牽涉到大小寫 可以試一下 BMI 增加表單 還有把 GET改成POSE